大家好,我是Stan Shipo Junior成员Kimichun 因为酒后直播中的发言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2月10号,Kimichun出演了一个直播主的直播后 边喝酒边聊起了社会议题 首先对于校园霸凌,Kimichun表示 家骸者们的脑袋都要挨枪吧 别把霸凌当成是耍帅 而对于抵制日货运动,Kimichun表示 一开始网路上提倡抵制日货的时候 我就说了 因为突然说出脏话,主播想要阻止Kimichun 但是因为阻止不了,就赶紧先关掉了麦克风 不久后,重新打开麦克风的Kimichun接着说了 抵制日货运动,不都是那群家伙们XXX一样的话吗 然后就是在直播中提到强容的时候 Kimichun表示 Uno?Uno跟我关心很好,长得真的很帅 但是Uno真的是个男子汉 如果Uno听到霸凌消息的话 会比我更辱骂他们的 哥,把那个屎把崽子带过来 然后会给他们耳光 真的是个男子汉,又喜欢运动 然后也说了,Shipo Junior前成员Kongi也是个男子汉 一般艺人不会多管闲事 但是Kongi看到流氓欺负女生时 还是伸手帮忙了 Kimichun的这三段发言 在网路上马上就引起了热议 但是男超网站跟女超网站上的反应 280度不一样 XXX都长那个样了,还是个男子汉 这世界真的很不公平 怎么可以把XXX跟酒醉事报而起来酒驾的Kongi 当成是一样的男子汉呢? 不是XXX粉,也觉得太过分了 怎么能把Kongi带出来 他又没有护航,只是说Kongi也是男子汉 说一个人漂亮的话都是同一种的漂亮吗? 怎么搞的,说XXX是男子汉 Kongi也是男子汉就能引起争议 只因为是大前辈,所以一里相待 自己就以为关系很好而已吧 能有几个艺人能这么光明正大说出这些话呢? Kimichun果然不一样 校园80犯要挨枪 酒驾犯是男子汉可可 就算这样也能继续出演电视拍广告吧 说对话了就会引起争议的社会 对于Kimichun的发言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2月份男团女团品牌鞋箱排行榜 首先是男团排行 20位Pentagot 19位Onelo Poo 18位Pix 17位Infinite 16位Winno 15位TREASURE 14位NIF 13位B2B 12位Astro exercise 11位Onelo Poo 10位Shiny 10位Shiny 9位MustarX 8位Tobui 7位 슈퍼ジュニ어 6位 トゥモロ 白 トゥゲッド 5位 ビッグバン 4位 エクソ 3位 エンシティ 2位 セブンティン 2月 男團排行一位是彭湯 孫雄等 最多相關關鍵詞是公開突破未能實施 演唱會接後 征服屏分析結果 正面評價占80.73% 接下來是女團排行 20位 一吉 19位 ウジソニョ 18位 ハルスデイ 17位 エイプディン 16位 プロミスナイン 15位 エンミクス 15位 エンミクス 14位 ママム 13位 イタリソニョ 14位 ママム 12位 オーマイゴー 11位 エイピンクス 11位 エイピンクス 10位 エスパース 9位 ソニョシティ 8位 ヨザエイド 100位 �re Now 17位 ウジソニョ 15位 エイパース 8位 チャース 힘 エイピンクス 73位 エイプディンクス 17位 エイプディンクス 25位 エイプ 49位 ピアイプ 3位 Hike 2位 Blackpink 2位女团一位是 Nugens 最多相关关键词是 记录 突破 入坑 OMG YouTube Hayboy 征服评分析结果 正面评价占86.13% 中文字幕组! 中文字幕作词 中国音乐 中文字幕组! 感谢观看